哈囉各位夥伴 大家好 歡迎收看 Will Be Good 那很多人就是非常好奇說 誒物有牛型營養師 那到底他們做哪些事情 首先要跟大家強調的東西就是 一定要有這個知識付費的概念 我們要去尊重專業 所以不要再去覺得說 誒我就問一下 你就 免費跟我講一講 都可以 各位如果他免費跟你講 你就要擔心了 他反正知道什麼 就順便給你胡一胡 那你在執行過程當中 發生什麼事情 也沒有辦法去調整 不管各種專業 我們都是用付費的方式去 讓對方可以有資源 花時間來去做更好的研究 OK 這是一個好的循環 而請營養師整個費用 有人很好奇 大概就是幾個月幾萬塊這樣子 那其實也不是說 非常非常那一種 Labron James等級 一年幾百萬美金 再來說 請一個營養師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覺得有 三大方面的好處 第一個方面就是 你不再會受到市面上 不一樣的方法影響 比如說什麼 生酮飲食啊 斷食法啊 或者是間歇啊 等等的 其實這些東西啊 你可能挑了一樣去做 你心裡面會非常不踏實 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那個更好 是不是那個更好 所以呢 有一位營養師在的話 我可以馬上去分辨出 現在根據我的現階段 的狀況 哪一個是現階段最合適的 所以呢 這整個過程當中 就非常非常踏實 再來第二個是啊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說 真的每一天都 非常專注執行的啊 我們不是真的捧魚眼 他就是可能花了三個月時間 每天就為了 一齣戲在那邊拍 對不對 那一般人沒有辦法 我們還要去應付自己 平常的工作啊 家庭啊等等的 所以呢 一定會有爆掉的時候 比如說可能有時候 跟朋友去聚餐 有時候可能是 老婆真的足多了 身為一個老公對不對 你必須要表達的 很喜歡吃 就把他吃光光 這種狀況一定會發生 那以前可能發生了 你就覺得說 哇 這個前功盡棄啊等等 你覺得很心慧藝人啊 想放棄啊 開始破罐子破摔啊 那有一樣是在 其實我可以馬上跟他講說 欸我發生了這個事情啊 我們怎麼最快的 把這個潰敗啊 馬上給拯救回來 OK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好處啦 這是我認為的 你可以隨時有一個 夥伴可以諮詢 這些各式各樣的狀況 再第三點呢 是啊 飲食計畫我們發現 最大的難處是 大家看了很多書 看了很多節目 你會發現說 他們的那些 東西是我們沒有辦法買到的 那一旦沒辦法買到 你又不能夠憑自己的 有限的知識去判斷說 到底哪些東西可以取代 在有營養師的狀況之下 我可以配合我的日常作息 所以呢 他就會根據我去的場合 可以買到的東西 來去做我飲食的搭配 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省力的事情啊 讓我的飲食控制計畫 這件事情呢 不要花費太多時間 然後去影響我在 其他的事情上面 因為我太多東西要做了 OK 所以呢 這是三大點 我覺得可以加速的地方 那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那些 諮詢費用 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那這邊呢 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 諮詢師 雖然說呢 我現在還是呈現很多 爆掉的狀態 結果也不錯啦 就是雖然一直爆掉 但是它還是 跟股市一樣 漲漲跌跌 但是不斷在往上 我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在六月份的時候呢 瘦了快要大概 五公斤 那你可能會很怕好奇說 那到底都吃那些東西啊 怎麼吃啊等等的 那可以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根據營養師非常精密的 經過設計的試圖啊 好 那我的冰箱都是怎麼準備的 OK 所以準備好了 一 二 三 根據營養師準備的東西 就這些 無糖豆漿 雞熊肉 全家都買得到 沒了 就這樣 各位啊 我再強調一次啊 一定要相信知識付費的力量 OK 一定要尊重專業 這些是 在很多很多選項裡面 根據我的作息 我的狀態 我能不能買得到 以及我的喜不喜歡吃 所以它是一個經過很發散 到慢慢熟練的結果 所以呢 我也非常建議大家啦 如果有預算的話 可以請為營養師 來去做一個 更加合理的飲食規劃 那確保你可以更加健康 好 所以各位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 Wilbik內容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你 點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OK 那我也希望呢 可以持續的 不斷的推出更多 有趣的影片給你 或者是無聊的影片給你 所以呢 再次的謝謝大家的觀賞 那也請大家持續追蹤我們 謝謝 掰掰 非常的好 謝謝 謝謝 請…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